我们还清楚的记得 成吉思汗西征前夕 向西夏借兵的事 当时西夏的大臣阿沙赶布 回了成吉思汗一句很不恭敬的话 成吉思汗因为要西征 所以没精力收拾他 不过 从不宽恕别人错误的成吉思汗 绝对没有忘记西夏 1223年3月 一直在中原蚕食金国的穆华黎病逝 成吉思汗在花辣子摩 派穆华黎的儿子伯鲁 回中原继承老爹的位置 继续蚕食金国 临行前成吉思汗命他讨伐西夏 1224年秋7月 伯鲁对西夏发动进攻 攻陷西夏的银州 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恒山县东 屠杀数万人 此时的西夏皇帝是李尊虚的儿子 李德旺 能力极为有限 在那位骄傲的大臣阿沙赶布的辅佐下 活一天是一天 对蒙古人的进攻 李德旺绞尽脑汁 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和金国重新结盟 双方谈了一年 1225年9月 终于达成联盟协议 金国政府居然敲锣打鼓的 召告天下 蒙古人知道了 西夏彻底背叛了他们 1225年春 成吉思汗决心征讨西夏 并彻底灭亡他 当年秋天 成吉思汗率领大军 从蒙古草原出发 东出大军越过赫兰山 成吉思汗面对眼前的绿洲和牧场 突然有了狩猎的冲动 随行的窝阔台和拖雷 都劝他不要进行如此剧烈的活动 可他不听 半价的野随也劝他 他还是不听 其实成吉思汗对自己的身体状况 了如指掌 一场围猎活动 对他而言小菜一碟 可意外竟然如奇迹般的发生了 在围猎活动中 一群野驴在蒙古将士们的追赶之下 突然冲到成吉思汗马前 荷兰山的野驴生性凶猛 狗熊在他面前都要尽若寒蝉 一头野驴发起风来 横冲直撞 冲撞力不逊于坦克 所以一群野驴就是一个坦克群 这坦克群排山倒海似的冲向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没害怕 他的坐骑很不争气的恐惧起来 马手突然扬起 马蹄一阵乱腾 成吉思汗一时控制不了他 被重重的掀翻在地 坦克群的任务似乎就是把他吓趴下 当他蹲时的落到地上后 坦克群掉头呼啸而去 众将士慌忙把成吉思汗扶起 成吉思汗呻吟不止 感觉浑身骨头都裂开了 大军于是停止狩猎 就地扎营 当天夜里 成吉思汗做了个怪梦 他梦到自己平地青云生腾而起 飞得筋疲力竭后 他抵达一处所在 既不是天堂 也不是地狱 雪白一片 他在里面转来转去 始终走不出来 最后他哭了起来 哭得是那样的伤心 当身边的野随把他推醒时 他还在忧伤的嚎啕大哭 像野随的怀里钻 野随像抱孩子一样搂抱他 他想把梦境说给野随听 却望得一干二净 他只记得自己曾做过一个梦 凌晨时分 成吉思汗突发高烧 把一个生鸡蛋放到他的额头上 很快就能熟 野随找来窝阔台和拖雷 还有成吉思汗的那些战友 向他们报告了这一不祥的事实 有将领马上提议推迟远征 说西夏是定居国家 我们来或者不来 他都在那里 不动不移 我们今天打他或者一百年后打他 都是一样的 成吉思汗被高烧 侵袭的浑身发抖 牙齿打战 众人都劝说他推迟远征 养好身体再说 成吉思汗想了想说 我们兴师动众而来 西夏人早已知晓 如果我们撤兵 西夏人必以为我们胆气 派使者去问罪 看他们怎么回答 然后再做打算 成吉思汗的使者来到西夏都城 开门见山道 你以前说过要做我们的右手 为此我们在西征时 要你出兵协助 可你不但不出兵 还讥讽我成吉思汗不配成大汗 你们多活了几年 那是你们的造化 现在我西征凯旋 找你算账来了 说为何要讥讽我 李德望马上魂不附体的回答 说那讥讽你的话 他不是我说的呀 那个败事有余 同时也是成吉思汗追命者的阿沙 赶布舔着肚子出来了 大声说 那话是老子我说的 回去告诉那个狗屁成吉思汗 要打的话就到赫兰山 我在那里有营盘 想要金银的话就来中兴府 但拿不拿的走 就看你们的造化了 成吉思汗得到了阿沙赶布的答复后 暴跳如雷 说我就是死也要消灭西夏 他不顾高烧和摔伤 立即下令进兵 这次征西夏 纯是前几次征西夏的翻版 和前几次不同的是 此次征西夏后 世间再无息下 成为了绝版 1226年2月 成吉思汗大军先攻黑水城 黑水城守军抵抗顽强 誓死不详 三日后 他们被成吉思汗的己孙回回炮 吓破了胆开门投降 不过晚了 成吉思汗不接受他们的投降 将城门口放下武器的守军就地格杀 城中凡是活物 无一幸免 夏天刚刚来到 成吉思汗兵团在扫荡了甘州 宿州外围的防御之后 对两座城市同时发起猛攻 成吉思汗在浑垂山一面避暑 一面接到各地的战暴 唯一让他不太满意的是 身体状况不容乐观 那次从马上跌落后 整个身体就如同中了魔咒 始终不能复原 1226年7月 在蒙古人的疯狂扫荡和进攻下 西夏皇帝李德旺幽惧而死 他的侄子叫李宪 被扶上了摇摇欲坠的龙椅 李宪是个悲剧人物 他做到龙椅上的职责 就是做亡国之君 就在李宪潦草的登基大典落幕时 成吉思汗兵团神兵天将 至西夏的第二大城市西梁府成前 西梁府就是现在的甘肃武威 西梁府守军发现 蒙古兵团如山如海 走在最前面的是他们的同胞 蒙古士兵夹杂其中 面对这种尴尬的场面 他们只好投降 成吉思汗赦免了西梁府的平民 守军却全被屠杀 至此西夏西北领土全部丧失 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儿 下一集我们接着讲成吉思汗第九十七集 蒸西夏 夏敬请收听 比智慧更强大的是意志 有声书 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 作者杜音山 制作与子如一 主播张胡子 本书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